讲的我们的考试都考过相关的观念 就请问你这两个VT图 它哪里不一样 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面积代表位移 这两个三角形面积 这两个位移哪里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停车站界问 哪里不同 来可爱大帅哥 帅哥叫做31号 31 31号 方向 方向不一样 请坐下 简单的说要方向不一样 仔细的说 上面那个图是朝正方向运动 下面这个图是朝 负方向运动 都是位移越来越大 都是越来越大 我们讲过那个正号跟负号 跟数学的说正比较大 负比较小 那个正负的意思不一样 这里的正负代表的是方向 所以一个朝正方向 一个朝负方向 都是越走越远 但是呢方向不同 简单这样讲 接下来 跟这个有关 衍生出来 我现在画了四个阶段 我想问你 速度 加速度 位移的方向 正方向 还是负方向 三个 速度 加速度 跟位移 第二个问题是问 速度的变化怎么样 就是两种嘛 或三种好了 一个是越来越大 一个是越来越小 一个是不变 不过看起来 这图没有不变这回事嘛 对不对 那就是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越小 来 请问你第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 情况如何 请起来告诉我 速度 正方向 加速度 正方向 位移 正方向 OK 然后呢 速度 越来越大 这样子 这样回答我 OK吗 听懂我要听懂我的问题吗 三个的方向 跟速度的变化情况 请你站起来回答我 OK吗 OK 好 来 换可爱小女生 可爱小女生叫做 No.5 P05 P05 速度 加速度 位移 正方向 负方向 然后呢 速度越来越大 越来越小 你又对我微笑 这不用算 看图就会的事情 简单的观念 请坐 它在你们数学所说的第一向线 所以你知道 V是正直 所以V是正方向 然后呢 它的V越来越小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所以加速度是负方向 位移也是正方向 位移跟加速度是方向一样的嘛 你向东移动 位移就向东啊 你向南移动 位移就是向南啊 所以当然是速度跟位移的方向是一样的啊 然后你看到题目突破出来 它的速度是越来越小 速度越来越小 OK 那第二段呢 第二段如何状况呢 我刚才已经提示过你们 这些考试都考过类似相关的观念 考试考过类似相关的观念 速度正方向负方向加速度正方向负方向 位移正方向负方向 然后速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小 我问的是速度是越来越大还越来越小 怎么说都是负的 速度越来越小 请坐 你弄错了 速度是负方向 在第四向线 V是负值 所以速度负方向 然后你看到它的负的越来越多 它的速度的值越来越大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所以加速度还是负方向 或者你从一跟二连在一起 这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如果前面的加速度是方向 后面当然还是负方向 然后呢 因为你的速度是负方向 所以位移也是负方向 然后你的速度的值是越来越大的 负的越来越多 因为你的加速度跟速度是同方向的 所以速度的值就会越来越大 就所谓的速度会见真嘛 前面讲过嘛 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速度会越来越小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速度会越来越大 那换成三呢 比照办理 三怎么样 三如何 三如何 女生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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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站起来对我微笑 你坐 他一样在第四项线 所以一样速度是负的 可是他负的越来越少 开始要变成零 所以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加速度是负方向 加速度就变成正方向 那么位移跟速度的方向会一样 所以如果速度是负方向的 位移也是负方向的 然后你看他的值是越来越小的 从负很多渐渐变成零 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速度会越来越小 我再说一次 这里的正跟负跟数学的正一 比负五大的意思不一样 这里的正跟负只代表 方向而已 只代表方向而已 然后我再说一次 我们就考过这样的类似的观念 相同观念 我们就考试就考过 就请你判断一下 最后一个第四点如何 第四点是如何 你们班没有这一号 三五 你们班只要33 他34 因为他没有35 三十 速度正方向负方向 加速度正方向负方向 位移正方向负方向 速度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速度见真 送路见真方向 全部都正吗 对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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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对对对对对对 回到第一项线知道我的速度正直正方向 然后我的速度是越来越大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所以加速度也是正直 我的位移是跟速度方向一样 所以位移跟速度方向一样 所以速度为正直 位移也是为正直 从图上看出来它的速度越来越大 因为我的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所以全部都是正方向 然后速度见真 这样我们就从图形上就看出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就可以问一些问题 我就前面也讲过很多遍 考试考过 考试考过相识观念 类似的东西要你会判断 就这样子 懂得看图形就OK了 可以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